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滨海湾花园自2012年落成以来就成了新加坡的热门观光景点 每逢佳节 滨海湾花园的访客更是肉异不绝 因为花园会特地配合佳节和更换花卉设计和装置 一年当中 滨海湾花园会换装七次 主要呈现崭新花卉装置的焦点就在花球 因为我们在设计整个花园的时候 集中点都是在这个花圃里面 那当然所有的那个花卉的换装都是从这里开始 现在呢已经是晚间九点钟 园区已经关闭也送走了最后一批的访客 现在呢就是工作人员上场的时候了 我们看到呢这个花园的中央区开始有工作人员来布置今年的这个主题 同时呢也运进了今年的主题花朵大理花为花园变装 领导工作团队的是蔡黎生 从构思设计主题到花卉装置他都一手包办 自2015年起蔡黎生每年都负责为花穷换新装 展现春节游远赏花的乐趣 说到今年的主题花朵大理花 为什么特别选择这个花来作为今年的创作主题 我们之所以选择大理花是因为它的花色泽鲜艳 然后多样化 其实它有雍容华贵的那种气质 那我们就把它选择为大理花之梦的主题花 除此之外因为它的花的名字大理花有象征大吉大利的意思 所以我们是为了这个新年的好招头 大理花原产自美洲 今年滨海湾花园一共进口了5000多株大理花 仔细观察它们有一百多个品种 形象和颜色都有不同 这些花你们在选购进来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后续动作呢 其实我们大理花是从鼠开始种 所以我们是从海外购买它的那个鼠 然后把它收藏在我们的冷柜里面 到了适当时候我们就拿出来到金马轮高原种植 好像大理花之梦的那个花展 从现在开始换装 那我们就从这里算120天之前就开始种植了 为什么不选择在本地种 因为新加坡是属于热带气候 那不适合种植这些属于压热带植物的 好像你看它的那个体积还比一个手掌还要大 哇 这颗就好像比我的脸还要大了 进口到我国以后 大理花会存放在冷室内进行检疫 以确保没有害虫才能够搬进花球内进行装置 一般上在摄氏20到25度的气温下 大理花会绽放三个星期 所以这个三个星期里面需要做哪方面的处理呢 其实最重要是修掉的那个干花 如果你不修掉的话 它开始干枯的话 它的养分还是持续跑到那个干花 要变成种子 所以我们要修掉才会促使更多花苞再产生 就比方说是这个吧 就直接把花给剪掉吗 对 而不是修掉那个花板 不是 哦 所以这颗也日子不长 还好 因为还会有很多花苞 陆续开的 好像你看到这里不同的花苞的那个体型 这个已经要开了 哦 这会小一些的 叫含苞带放了 对 所以你看这些也是 所以不同阶段的 哦 不同阶段 你修剪的话它才会有这些生命力出现 为了迎接猪年的到来 花丛中展现了以猪为造型的浮沐雕刻 也装置了中式亭子 让人置身在院子里赏花 这次的新春花展 共动用了14名工作人员进行装置 他们有的负责装置布景 有的种植和修剪花卉 员工得彻夜工作 赶在隔天天亮 也就是园区早上9点开放之前 清理好环境 以迎接访客 布置这些装置 还有花卉 哪个环节是最重要的 这毕竟是一个花展 所以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就是那个主题花本身的那个 数量要足够 确保我们在这个花展的时候 都有足够的那个花来替换 这整个部分 那其他的配角 就是其他的花卉 我们也是要确保有不同的种类 让访客有目一新的感觉 那你们是怎么样去计算 到底需要用多少种植物呢 通常我们是根据那个花卜的 那个面积来计算 好像600平方米 我们需要多少个植物 那也是要根据不同的植物种类 然后安排那个填补那个数量 就好像大栗花 因为它本身它的那个植物是蛮大棵的 所以那个数量就比较少 如果是其他的花卉 例如兰花之类 可能树木就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月夜颠倒 晚上才来进行这样的工作 你习惯吗 都需要一段时间去试 因为我们的生理师 就是到了晚上就要睡觉了 可是通常这种花展 换装的时候会很好体力 因为花雄跟我们的那个户外不一样 在花雄里面 它到了夜间会降温 所以降温到18度以下 所以在晚上 你体力消耗的时候 你会觉得越来越冷 那当然也是很累 然后又在这种非常暗的那个地方工作 其实是 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 第一个晚上只完成了10%的工作 到了第11天 终于大功告成 这次的新年花卫将一直展出到2月24号 展出期间 为了确保花卫鲜艳夺目 工作人员每周都会换上新鲜的花卫 主要我们是为了迎合大众的视觉体验 来设计整个花卫展 最重要的是 在他们离开花 花虫之后 他们会联想到 他们从这里看到不同的东西 学习到不同的花卫 可以欣赏到 在我们户外 没有办法看得到的 这种植物 自开幕以来 丁海湾花园已经累积了 超过5000万人次的访客 花园在设计跟主题上 不断地求新求变 为了这些让我们的民众 和游客 有个休闲的好去处 同时也加强了 新加坡花园城市的美誉 的确要有幕后的付出者 台前的精彩 是 我从来就不知道 原来这个冰海湾花园 在晚上是有这么多的活动的 所以让我非常期待 在这个新的系列 日落不打样 有哪些活动 是在夜幕滴雪之后 才会进行的一些活动 是 要请大家继续锁定了 同学 欢迎您去浏览 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及时辰时事的面部 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 时辰有约 我们明天再见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